还是这个做好的 但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其实就是这样 它的关联性 你要搞清楚 一定就是中间这一段 反正一定是头尾对不对 把它搬回来 然后这个Table 把它按Shift加Table 我把它恢复 恢复什么没有 再把它变得有 然后最后这个上面就不要了 上面这两个只是说我把它转换 然后这边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print的什么 print的S 对不对 这原来的写法 这个是没有函数或函式 反正然后你再转换 所以先写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叫你直接写成有函式的 我看你应该会就倒了 OK 但是如果你写成这样 再转OK应该没问题 所以确定的 所以刚好同学 这个OK了 你再转就比较没什么问题 题目要我们10 Enter 你看有了 再按20Enter 也OK了 那表示你这是OK的 然后再转 那你这一题就拿分了 OK 大概就这样而已 你说还能 就算是10行 那你也不用10倍 反正你就是照逻辑 然后把你需要东西写出来 这个其实是一种训练 然后这个证照相对 我觉得也是这种一种肯定 无论说你将来会用到 反正我至少我就是一张 有一张Python 上面就是明明写Python 对不对 就Python 不是那个Office的那种 Word Excel PowerPoint那种 等级应该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你对自己知心心 我觉得也会有影响 而且上面我都真的 就一张纸 说真的 那你那个纸越多 我觉得大约有分量 你无论你到哪个地方 人家就看你的纸张厚度 对 厚越厚 我至少我从小学那不用 高中也不用讲 大学 硕士 博士 对不对 OK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的证照数量 像我们也是一样 我数量越多 对不对 我跟其他老师一比 我就是相对 我觉得我应该会比较认真一点 不管 姑且不论说到底 里面怎么做到的 不过我就是有 差不多三十张证照 三十张证照 OK 所以之前那个什么 夜十一二三的那个 夜十一二三 那个 也找我去 什么资产达人的 记者招待会 然后就找我去当其中一个代表 也不完全了 反正就去看一看 我刚开始有点排斥 我后来想一想 去看看吧 对对对 感觉好像真的是有点像上个通告一样 而且他给我的也真的是通告费 然后他给我多少钱呢 给我三千个 OK我才知道原来上个通告 大概就是三千个的行情 然后我去干嘛 我去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反正就有记者在采访 然后最后再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就是你们在什么TVBS 或什么新闻上面看到嘛 夜十一二三的什么记者招待 就那个 就前面有做很多那种什么资产达的那种 OK 好 我也不是很好奇他还不知道为什么找到我 一定的啦 反正就如此类啦 反正我也算了 其实我很多相关的机会姻缘 好像来这边上课是这样 那个杨水某老师我也完全不认识 他也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但他们都对我非常熟悉 说老师你的东西我都有在看 你的影片我也都有在看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留下一些东西 让别人知道你 那因为就像你们去应征工作 对方也完全对你一无所知 那你要怎么知道 要怎么最快让对方知道你是 合格就是能够有那样的能力的人 所以多半也许像我一些学生也会 或者是一些朋友他也会说 请我推荐一些 比较合适的学生可不可以 就帮忙推 那当然我也会考量 到底合不合适啦 那不然的话你就有一些其他客观的资料 就我刚刚讲的东西 那当然就会相对的比较顺利一些 也不需要说特别的还要再多做很多流程 OK 那最后呢这个做完之后我要转换 很简单 第一步先在上面加一个什么 DF 然后呢他有规定码要叫什么 Compute 然后刮符 后面一定要加一个传参数 那参数名称我叫这个Lumber 所以我可以丢给他这个Lumber 然后呢 再把这中间除了第一行跟最后一行之外 拖拉到他的下方 就剪下贴上也可以 并且按一个Tab键 OK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记得 把他算完的结果Return回来 所以打一个R R其实就有了Return OK然后空一格Return 然后呢并且怎么样 在底下就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的名称 加上这个参数 这边把他Copy 贴到这边来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那个原来不是韩式变成韩式了 OK是这样而已 另外的话呢 也有同学说老师我这个名称跟这个名称 是不是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其实没有一定要一样 但可不可以一样 可以一样 但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改别的名称 可以 但是你要改记得 如果你改这边的话 你的这个地方 这个名称也要跟着改 OK为什么呢 因为他实际上就是 我把这个资料输入了 比如说输入10 他丢到这边10之后 他是传给谁呢 传给他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参数传递 他把10传过来 那实际上是传给谁呢 传给A哦 所以A里面呢 就放10了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想说老师 那可是我这边有一个变数叫 那个MUM嘛 Number这个 那实际上因为 这边这个变数 他没有办法丢到里面给他用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你这边就必须要用传递 就从这边传给他 他计算完Return 那Return回来的话呢 就把S 他就把这个东西传到这个 S就丢到这个的结果 所以他就是这样 OK大概的流程 说明一下 那以后反正 如果你们遇到这种考试 就大概先把没有韩式先写好 再变成是韩式 会比较简单 而且一步一步的完成 特别之后你也不要一下子急着要把他全部从头写到尾 那很容易错 你就先写一段 像刚刚同学习惯很好 就是说像我刚刚有点跳的比较快 就是直接把那个回圈全部先写完 那如果说你没有把握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先这一段先不要写 有没有 你就先什么 先产生这个 然后你先把这个东西先print出来 print S看看 这个里面就会出现什么 01 比如你现在 但因为Lumber这个直接输入随便一个10 输入一个10 但它输出也会是01 只是说后面还没写就是这一段 所以你其实就是怎么样 再把这个写出来 那就完成这个部分 就是阶段性的 一步一步的 尤其是如果你假设卡在某个地方 你干脆再回推 你就不要一下写太快 慢慢慢慢的 我想渐进的 应该也没有写不出来的道理 OK 也不要急躁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 也许我们熟了 我们会跳比较快 但如果你没那么熟 那你就是尽量按部就班的把它完成 就OK了 这样就把程式写完 把它Save OK 510就OK了 那再来的话 后面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门槛 因为第二个门槛 也就是所谓的第六类 OK 那其实主要就是学会这些东西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个东西 叫做什么 串列 List 当然翻译不同的网站名称翻译也不一样 有的叫什么叫列表 那有的叫串列 或者有的就是一个List 我喜欢 因为你叫清单不就好了 List不就清单 对啊清单其实就像Excel一样 Excel里面不就是它预设就给你一个清单 已经开好了 但是Python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清单它没有开好 你要先自己建一个空的清单 然后再用Append的方法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 如何建立 建立关键就是先建一个空的再用Append 这个只要熟悉大概流程是这样 里面还有很多韩式 比如说你可以知道它的长度的话有加LEN 我们前面有用过 或者是其他的最小最大的Mini 有没有 然后Max 然后怎么样传递参数相关应用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开启那个 那个题目 题目部分的话呢 一样是第六类 那我们可能时间关系我看看 能不能多讲几题 第602的部分 这个题目也很简单 输入什么 输入5、10、K 对不对 K实际上就是多少 13 所以还有A A就是E 对 其实就只有四个 K Q J A 要把它转换成13 12 11 1 其他的话呢 就照原来的数字输出就好了 所以其实这一题我觉得应该也不困难 602 我先DEMO 比如说类似这样 然后我先一个TOTAL 总数多少 比如说我今天呢 就按照那个题目要的 比如说他要我们输入几个数字 包含就是这5 5 5 10 5 10 k 5 10 k 然后 enter 3 enter A 那结果他就要帮我加总起来 TOTAL就是这个数字 那其实当然最需要就是四个东西 所以其实这一题我是觉得不困难 第一个 我们总共呢 他题目要求是要跑五次吧 我记得他题目里面好像总共要跑五张牌 ok 所以其实五张意思就是跑 有数力 那个 回圈数量的限制 就五嘛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for i in range 后面加个五就好了 意思就是零到四 五就停了 ok 那最简单 五次输入五 ok 然后再来做什么 欸 接下来呢 就让他input input到哪一个呢 也许到S或者什么其他都可以 你叫A也可以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什么 当他input的时候我要做逻辑判断 if 当然就k q j a 所以呢我们就逻辑if 什么呢 这个S里面的词如果等于什么 j的话 那就帮我把 他这个里面的词怎么样 转换成11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n 等于11 把它 把这个数字转换成11 然后ls 这个 q的话就12 13 有没有 a的话是1 那最后做什么呢 else 就是他原来的数字 那其实主要就是什么 转型 把这 除此之外就是除了这四个之外 以外的那就是1到10 应该2到10 2到10 帮我怎么样 用那个evil帮我转换到n ok 所以其实他输入词全部都会到n 对不对 然后最后怎么样呢 帮我加总 所以total等于total加上n 然后把这些回圈跑完 结果输出 答案就出来了 ok应该 我想这一题应该并不很复杂 而且类似前面写过的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这一题好像他没有特别要求 就要把它改成什么什么类似韩式吧 所以这一题好像就这样就完成了 是 对 有有 要一定要大写 他有区分大小写 所以你比对的时候 如果那个比对用小写好像会有问题 题目里面有嘛 题目里面好像有说他这边一定要大写的 ok 那如果你用小写应该是会出错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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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只要 ignore 那個什麼case 就是不判斷那個大小寫 那就是不分大小寫 但是因為在 Python 沒有那個 function 所以變成說它一定會比大小寫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